与金正恩举行,历史信封会十多天后,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,向平壤是强,一边采取缓和步骤,与此同时,朝鲜国内的反美论要少了不少, 似乎在为迎接LDQUO,新时代LDQUO,做准备,从2008年起实施的美国对潮经济制裁将,再度延长一年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制国会的一份声明中指出,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,是朝鲜和武库构成LDQUO,罕见的和非同寻常的LDQUO威胁,声明上,LDQUO, 朝鲜半岛武器及裂变材料的存在极破反的风险,朝鲜政府的行为,即政策LDQUO,继续构成LDQUO,对美国国家安全,外交和经济的一种,非同寻常的危险LDQUO, 就将取消制裁,在非法华盛顿途中,特朗普甚至推文道,朝鲜不再构成对美国的核威胁,无限期中止联合军,也在宣布保持制裁的同时,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, 金鱼盟友韩国商定,无限期中止某些联合军演,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,DANAWHITE移车,设计的是原定今年8月的LDQUO, 自由类12DQUO演习和另外两个,原定未来三个月举行的与韩国海军的联合演习,声明上, 此举旨旨在巩固新加坡峰会成果,此前,马蒂,私与国务卿蓬佩奥,参谋常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和白龙国家安全顾问胡尔顿举行过会商, 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表示,有关未来军演的绝,定曲,绝与蓬佩奥为首的于朝鲜谈判的进展情况,峰会后, 特朗普尊称美韩联合军演一句LDQUO,敲信性LDQUO,且非常昂贵,并宣布将停止军演, 作为对朝鲜的维和手段,美国在韩驻军,目前规模为2.85默仁, 美韩年度联合军演是两国安全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, 平壤当局多年来要求,终结制住LDQUO,战争游戏LDQUO, 把美论吊销时,在过去六十多年里,朝鲜民众一直生活在对美国的仇视氛围中, 平壤的高校宣传机器持续向民众贯输的LDQUO, 帝国主义侵略者LDQUO的敌对情绪, 而特朗普上台后所发,出的LDQUO,怒于火LDQUO,等威胁, 更是让朝鲜宣传机器开足满力,不过,近期的情况有所变化, 据英国金融时报,助手儿童讯员报道,自六月十二日的美朝峰会后, 朝鲜官媒就没有再发表尖刻的本媒言论,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,这样的转变,是为了让朝鲜人做好准备, 迎接朝美关系的新世代